本期的交易是記者新聞 經濟財政部最新的公告 四月這個國人本地合約稅的 這個收費是十九五十二億三千萬 這個年成年是十九一百二十九% 當時也是這個本地合約稅 成年以來 過去每一年四月這個工期的新冠 現時這個孤立 年後這個本期的交易有記者新聞 雖然一直在落後 同樣人在港地裡面不可以試試 現在也沒有本領為消息黨中的建範 落在過程 這個本期交易 才留著大統治下也好轉台 本地合約稅也越來越多 經濟財政部最新的公告 四月個人本地合約稅 稅收十九五十二十三億 年正月高達129% 當時也是本地合約稅降落以來 令年四月同期新冠 其中北台版本期交易 表現起相後 新北市已經年少兩五月 換過台中市 只做九歲王 交易量也比較多 那同時房價也漲比較多 所以統計起來會發現說其實 房地合約稅的一個繳稅王變成新北市 在處境一直到白樓的政行之下 也好落到到新特地區買稅兩歲有更多的政行 因為認定中心 買稅貸款統計主審 比到自空一三到自空一三年 買稅兩歲降避差避 所及現時四十甚至五十歲以上 二歲買稅降避差不多全民眾提款 尤其處境相關台北市 買稅兩歲更多的政行相明顯 自空一三三十到四十歲買稅降避三十幾.9% 不過到自空一三年 就下天到二十六.7% 四十到五十歲降避時 提款到三十三.7% 團隊會寧願用租的 對 用租的反而還比用買的更便宜 月收可能要到可能八萬 十萬左右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今集沒觀察自空一三年 七大多歲骨四十歲以下買稅降避 甚至於年輕人們買稅降避到五十六% 是七大多會苦的一名 也有很多的上市會大廠 他們提供的這些薪資待遇是相對突出 也讓這些就業青年 因為他的這個購物的能力 是相對於全國各縣市來說 表現比較好 但領領表示 近年到今 本五九億一年是這麼多 出家也受到支持率去 本市一萬事 溫和溫解的方向來發展 記者綜合報道